今天我们说说吃早餐的问题 我们在各种养生保健内容里 听到的建议都是要吃早餐 说吃早餐甚至还有利于减肥 不吃早餐容易胆结石的说法也深入人心 而实际上清断食的饮食方法又很流行 被认为有恢复胰岛素敏感度 甚至延长寿命的效果 如果每天都吃早餐 那确实是很难实现清断食的 所以今天的科技参考 我就梳理一下这里的疑问 首先是吃不吃早餐与肥胖的问题 这个说法是不一的 有的说习惯吃早餐的人会更胖 毕竟一天吃了三顿 会比只吃两顿的吃下更多的热量 还有相反的说法是 习惯吃早餐的人会更瘦 因为他们一直不会感觉饿 所以三餐里每一顿的量 其实相对更少 反而是那些一天只吃两顿的人 每次吃饭前都已经很饿了 结果两顿大的加在一起 比三顿小的热量还要多呢 科学研究对这两个观点都有所支持 如果你支持每天吃早餐 并且面对的是一个对科学毫无了解的人 那么想劝他吃早餐的话 可以把牛津大学健康行为团队的一些研究拿出来 比如说 吃早餐的习惯对男性的食欲 能量摄入 内分泌的影响 这篇文章 这里就分析了 不吃早餐会导致饥饿素水平更高 提供饱腹感的态外外 持续降低这是一种特殊物质啊 这预示着在接下来吃饭的时候 你将会吃到更多 而如果你想劝一个女生不要吃早餐 这反着来啊 你也可以利用康奈尔大学的 大卫列维斯基教授的研究 叫不吃早餐对后续能量摄入的影响 这篇文章 因为这个研究说 虽然不吃早餐会让人更饿 但这并不会让人在接下来的两餐里大吃特吃 尽管另外两餐人确实会吃得更多 但总量还是比吃早餐的人 少了400千卡的热量 你看 这就是一种不费力的减肥方法呀 你把这篇文章跟他讲完了 他说不定就此不再吃早饭了 如果我们是客观功利的第三方 只想知道真相到底是什么 那其实在比较严格的对照实验里 吃不吃早餐跟胖瘦没有因果关系 这个研究来自于世界多个大学 比如说美国的阿拉巴马州 博明汉分校营养系 康奈尔大学人类与生态学院 哥本哈根大学的营养与运动学院 他们书里的肥胖研究的科学界共识 一共囊括了9个减肥神话和10个减肥的假设 比如说临睡前吃饭 多吃水果跟蔬菜 溜溜求节食法 吃零食 改变容器的尺寸减肥法 饮水减肥法等等 当然还有规律的吃早餐 而关于早餐跟肥胖的问题 这份研究综合了58篇高质量的研究 跟88个对历年研究的综数 结论是 除了即食穀物早餐这一种类型的早餐之外 吃不吃早餐跟肥胖没有因果关系 而规律的吃即食穀物早餐 是有助于降低肥胖的 这个也很好理解 因为穀物就比精米精面少了很多热量 第二个跟早餐相关的问题是 不吃早餐容易得胆结食 理由是这样的 经过一夜的睡眠 胆囊中胆汁的各种成分达到饱和 如果不吃早餐 胆汁无法排出 而各种成分继续增加 就会结晶细出 形成结食 而实际的情况是 没有证据证明 不吃早餐的人会得胆结食 但吃某些特定类型的早餐的习惯 可能对预防胆结食有好的作用 具体原因是这样的 胆汁由肝脏产生 它是一种消化液 尤其用来分解各种油脂 像猪油 牛油 菜籽油 橄榄油等等 油本来是不容易液体的 但因为有胆汁的存在 改变了脂肪的成分 它才能变成容易消化液 被人体吸收 正常状态的胆汁里有很多成分 其中最主要的成分是胆固醇和胆色素 它们都是能溶解在液体中的 而这些成分在液体里的浓度 是不断变化的 这就像我们往一杯水里加盐 刚开始十几克都溶解了 如果不停的加 终究会在某一时刻 加进去的盐再也不会溶解 这个时候盐溶液就出于饱和状态 胆固醇跟胆色素 也会遇到胆汁饱和的时候 那个时候 它们就会吸出形成结晶 这些结晶大了以后排不出来 积在胆囊里就是胆结石 所以胆结石的根源是 影响胆固醇跟胆色素的胆汁浓度变化的那些因素 那到底是什么因素呢 其实非常非常多 现在研究中 光是可以影响胆汁浓度的身体激素 就有50多种 此外 饮食习惯 年龄 性别 种族 久坐等等 也都会影响胆结石的形成 尽管有一些研究表到了 不吃早餐跟胆结石的相关性 但相关性并不是因果性 就像我昨天晚上听了摇滚乐 但今天考试是不是就能发挥好啊 你不能说完全没有一丝影响 但显然不是主要因素 在所有激素中 雌激素的影响是最大的 它的分泌会增加胆固醇的浓度 而且会悄悄的改变胆汁酸的成分 让胆固醇的溶解度下降 这两个作用都会直接导致结晶 所以 女性怀孕之后 特别容易患胆结石 此外 还有就是身体对胰岛素不再敏感 这叫做胰岛素抵抗 存在这个问题的时候 肝脏跟胆囊无法接收 胰岛素的正确指令 肝脏会产生更多的胆固醇 胆囊会更少的收缩 于是大量的胆固醇出现之后 却排不出胆囊 就容易形成结晶 而胰岛素抵抗 又主要跟饮食习惯有关 比如说喜欢喝糖饮料 喜欢吃碳水化合物 这都是诱发胰岛素抵抗的习惯 而再看我们的早点 馒头 烙饼 油条 烧饼 烧卖 煎饼果子 很多食物的烹调方式 都是碳水 裹着碳水的 比如说烧麦吧 它的皮是白面做的 烧麦的馅呢 一大部分是糯米做的 碳水裹着碳水吧 煎饼果子更是如此了 皮是白面的 或者绿豆面的 或者是杂粮做的 而里面夹的东西呢 薄脆 或者油条 也都是一团面炸的 碳水裹着碳水吃 吃这些东西的时候 往往还喝着 勾了厚厚的一层嵌的卤子 结果每天规律的吃 大量的碳水化合物早点 实际就加速了 胆固醇的形成 在这种情况下 你看不吃早餐 反而更不容易形成胆结石 另外 影响胆结石形成的 甚至都有种族上的差异 比如说东亚人的胆结石 取出来 高比例是红褐色的 这其实是胆红素 结晶之后 形成的胆结石的代表 而欧美人的胆结石 取出来 更多是灰黄色的 这是胆固醇 结晶之后的结果 究其原因 跟人群的贫血状况 跟肝脏的疾病状态有关 因为东亚的饮食习惯力 缺少肉 所以贫血的比例更高 又由于东亚乙肝高发 影响了肝脏功能 进而影响了胆红素的代谢 所以胆结石 才呈现出红褐色 在众多胆结石的形成原因里 规律的吃早餐 在理论上 能起到正面的作用 只是因为早餐 会促使胆囊 为消化早餐做准备 从而把胆汁排出去 这一个动作 但这个作用 在胆结石形成的各种因素里 并不显著 主流科学界并不把这个因素 当作胆结石的因果关系去看待 所以一个人担心胆结石的话 更应该注意自己的饮食偏好 而不是吃不吃早餐 最后还有的说法是 不吃早餐伤胃 理由是 如果你经常吃早餐 胃就会在早上按时分泌胃酸 由于你这次没有吃 于是胃酸分泌出来 就开始消化胃粘膜 造成慢性胃炎胃溃疡 对于健康人来说 胃在空腹状态的时候 基本是闭合状态的 大约留有一个50毫升左右的空间 这个时候胃里的PH值 一直是维持在7左右的 人一直不吃 就一直是这个状态 所以不吃早餐 胃也不会平白无故的 分泌胃酸去消化粘膜 等到出现食物的照片 厨房的饭箱 人体才会调件反射性的分泌胃酸 但如果最终没有吃上 分泌出的胃酸量不会很多 就会顺着消化到稀释流走 如果真的吃上了饭 胃酸才会大量的分泌 PH值会下降到2左右 人的胃粘膜上 始终有一层0.5毫米厚的 由粘膜分泌的凝胶保护层 起到了保护作用 当食物消化完之后 胃里的PH值值 会再次回到其附近 这个时候 粘膜开始启动修复机制 修复这层凝胶 对于胃溃疡的病人来说 由于保护层有破损 所以胃液会直接接触 粘膜内侧的肌肉组织 那疼起来是非常厉害的 医生会专门建议这些病人 不要多餐 甚至建议病人 把一天所有要吃的东西 在下午1点到5点之间吃完 这样呢 从下午6点到第二天中午1点 保护层就有一个长达 19个小时的连续修复机会 如果你还是按照那些 不靠谱的说法 说认为不吃早餐就会伤胃 那么忍痛在7点吃了一次 12点又吃了一次 18点又吃了一次 那么留给保护层的修复时间 一天就只剩下13个小时了 非常不利于恢复 最后总结一下 吃不吃早餐跟肥胖胆结石 没有什么关系 反而会对一些胃病患者来说 硬吃早餐 其实不利于恢复 还会增加胆结石 好 关于吃早餐 你还有哪些困惑呢